經過高人之墊 就是提醒我說 如果可以讓這個薑 薑在這個燉飯裡面吃起來 是若有事物 這個是我們烤過的香菇 烤過的香菇 香菇為什麼要烤過 而不是切細菌來煮 因為如果你用新鮮的香菇的話 你在吃的時候 你沒有那個QQ的口感 所以烤的目的是 為了要讓它口感好 雖然它也會熟 可是就有差別對不對 對 所以每件事情 你都要根據就是說 你在吃的時候 你要讓它有口感 所以不是煮熟而已這樣 所以太久了會變稀飯 人生所有的事情熬太久 都會變稀飯 然後也不能太短 因為你不能入味 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道 充滿了人生智慧的 要有口感 什麼東西都要有準備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切問 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 她像我這種絕對不是嫌妻良母形象的人 可以進入廚房 看起來好像我是在主持一個美食節目 但不 我在做一個創意的節目 因為我今天要訪問的這位主廚 他很特別 他畢業於高雄餐飲學校 從高雄餐禮畢業之後 他就開始了一個在台東很有名氣的一個餐廳 有名氣不是一開始就有名氣 當然熬過了一段時間 後來他們又開了分店 我現在已經走入他們的第二家店的廚房 什麼叫做廚房 廚房就是一個國家的國安局 它是秘密基地 所以要讓你知道為什麼它有幾個菜做得特別好 好 我的第一道菜是什麼 你們都吃過麻油雞對不對 我先介紹你了 宜松 姐宜松 好 我沒有吃過麻油雞 她媽媽是做板豆的 所以這是有家學人員 但是板豆現在慢慢地流失了它的過去的傳統 那我們大家最熟悉的台灣菜主義 台灣本地的菜叫麻油雞 麻油雞我還有考證過 麻油雞如果是在宜蘭的麻油雞 他們會加一點糖 然後會加更多的枸杞 主要是加糖 那大多數其他的西部西安地區的台灣的人 他們就不太會加糖 他們吃的就是可能全部都是米酒這樣子 米酒跟麻油 好 米酒跟麻油 那有些地方會加枸杞這樣子 對 好 麻油雞是一個菜 第二個你們一定最喜歡吃一個叫西班牙燉飯 很多人喜歡的叫risotto 像以前我到國外去最愛點的菜 我覺得西方菜大體上都沒有很好吃 可是最好吃的是risotto 那日本有泡飯 我們好像只有西班牙 然後西班牙是燉飯 伊松有一道菜叫做麻油雞risotto 對 你們叫什麼名字全民 就是麻油雞燉飯 麻油雞燉飯 好 那我今天要讓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你只能看喔 好 而且他要教我做 那我做完以後如果不好吃還要強迫他吃 可以嗎 不會不會很好吃 好 來 我們開始喔 這鍋子空的喔 開始喔 來 開鍋 做這個菜實際要多長 大概15分鐘 15分鐘就可以玩 對 你這個米飯是已經做好的米飯嗎 蒸過的米飯 所以米飯要 蒸半熟 要蒸半熟 嗯 大家看一下這個米飯 第一個要蒸半熟 因為它不是那個像蘇西一樣已經蒸得很爛的 對 那蒸半熟就是使它做risotto的時候 它原來有一顆一顆的感覺不會是爛掉的飯 對 而且這是台灣的米 因為一般做risotto都會用意大利米 可是我覺得要跟原汁原味的在地呈現 而且這裡會比較好吃 那為什麼要用蒸的不是用煮的 因為用蒸的你會保持它的Q度 用蒸的會保持它的Q度 所以要隔水蒸就對了 就是直接進蒸烤箱蒸就可以了 烤箱蒸 對啊 如果是在家裡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電鍋蒸半熟就好了 就是隔水蒸 好 那我第一個應該放什麼 黑麻油 就是來 就是 很特別是我用橄欖油 蛤 你做橄欖油做底啊 然後鍋子需不需要全部這樣 不用 隨便都好 對 然後再來 我們下薑一大匙的薑末 那一般我們通常都是薑很薑的大片了嘛 嗯 那為什麼你是薑末 因為你要做的是resorto不是麻油雞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也是因為因緣雞會經過高人指點 嗯 就是提醒我說如果可以讓這個薑在這個燉飯裡面吃起來是若有四五 哦 但是你還保有它很濃郁的那個薑味 我現在已經聞到薑香的味道 薑 然後它很多人要把它炒 現在炒到它有點黑黑的還是不能黑嘛對不對 不能黑 因為 它會苦掉 然後再來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比較容易燥熱 好 那現在再過來呢 再來我們稍微等它爆香一下 還是要爆香 對 但是不能炒黑 可是我覺得它已經快黏鍋了耶 沒關係 那我這樣一直刮會不會把你的鍋子刮壞 不會 這鍋子耐用二十米 這是哪來的鍋這麼好 這是不鏽鋼的鍋子 然後它基本上不太 可是我這個已經開到黑黑的耶 再一點點 再上色一點點 就是有一點點上色可是不能太黑就對了 對 因為如果沒有讓它香氣出來的話 你吃起來會有香的辣度 所以不能夠只有黃黃的 要原來有一點小咖啡色 對 像糙米這樣的顏色 對 對不對 對 好 我很緊張 現在呢 該過來 然後再30秒就好了 快好了 好 再來 再來我們要下高湯 這個是什麼高湯 這個是雞高湯 OK 然後就是 你把油去掉了嗎 對 把油要全部去掉 你的做法是把整隻雞拿去熬嗎 還是只有骨頭 骨頭 然後會加一隻老母雞 就是整隻的整隻 因為我希望骨頭的香氣 可是我要那個老雞的甜味 OK 所以我加了老母雞 你加了老母雞 然後油好像沒有全部立起來嗎 不用 油油撈乾淨 就是把上面撈乾淨 可是烏魯魯還會有一點油 對 但是就是要盡量撈起來 否則會太油膩 對 就是煮到後面會太油膩 那這時候就 這個是我們烤過的香菇 烤過的香菇 香菇為什麼要烤過 而不是切細菁來煮 因為如果你用新鮮的香菇的話 你在吃的時候 你沒有那個QQ的口感 所以烤的目的是 為了要讓它口感好 雖然它也會熟 可是就有差別對不對 對 所以每件事情 你都要根據就是說 你在吃的時候 你要讓它有口感 所以不是煮熟而已這樣 對 然後再來我們把 這個是手工炸的麻油 手工麻油跟醬油 我們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再加進去 你說這裡頭是什麼 麻油 手工麻油 然後跟醬油 這個麻油是有機的 手工麻油 醬油要放多少 比例是多少 比例的話是醬油2 然後麻油1 如果以這樣的量的話 醬油20 麻油10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三分之一是麻油 三分之二是醬油 但不要太多 大概就這麼一個小盆 好 那這時候我們煎過了雞腿 對不對 我們把它送進去烤箱烤 那一抓那個時間差 我燉飯煮完 雞腿就煮好了 所以我煮燉飯的時候 雞腿就進去烤箱烤 對 我雞腿有煎過 然後再進去烤箱烤 所以雞腿已經熟了 半熟 表面煎香香的 表面煎的香香 裡頭還沒有全熟 對 然後進去烤 把它烤到熟 烤到熟 這樣吃起來才會juicy 然後這時候我們把我們蒸過的米飯 放進來 好 加進來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菜呢 是每次我如果到台中來 我想到我要放縱自己 最要吃的東西 因為 當然 因為它太快樂 太好吃了 我覺得你可以用這個菜 去參加那個米其林比賽 然後他們所有的人都會被你打敗說 西班牙雞腿 說What's that 他們一定不會有馬耳機燉飯啊 嗯 你這裡有沒有老外來吃過飯 有耶 其實我們國外客人蠻多的 那像他們不會去排斥這個東西 那你有特別推薦給他吃嗎 嗯 有就是 因為它 這算是在我這家餐廳裡面 最衝突 但是吃起來是不違和的一道菜 所以客人都還蠻喜歡的 因為他們老外的菜裡頭 沒有一個東西叫黑麻油 對 對不對 他們沒有黑麻油 他們有紙生米Oil 就是那種白色的麻油這樣 對 白麻油 他們沒有黑麻油 所以他們更不知道說把薑跟黑麻油混 那你火要關小是嗎 有 我們就維持這個火力 慢慢的把燉飯就是煮透 然後我喜歡西餐裡面就是 它就是藉由高湯的濃縮 然後讓味道越來越濃郁 所以火不是最小 對 我把它調到適當的火候 所以我看你調的火候是 如果一般的 如果是 你這個是電爐嘛 差不多是四左右 那如果是一般的瓦斯爐 就是調到Medium嗎 還是比Medium少一點 Medium中火左右 Medium跟Low中間我覺得 對不對 就是不要太 你太小的話 因為如果我們的米飯 在高湯裡 這麼久的時間會變軟 會變稀飯 所以太久了會變稀飯 人生所有的事情熬太久都會變稀飯 然後也不能太短 因為你不能入味這樣對不對 對 所以這是一道 好好充滿了人生智慧的 要有口感 什麼東西都要有準備好 所以你把香菇先烤過 可是香菇我請教你的問題 因為香菇是很容易熟的 那通常我們會覺得 我們要把比較難熟的 像譬如說米飯先放進去 香菇後放 可是我們剛才選擇是香菇先放 對 然後你先放香菇的理由是 你想它跟麻油合在一塊 是吧 因為像我烤過 它就會水分已經收乾了 所以這時候你再進去 它也會吸收裡面的高湯 然後再來的話 因為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 額外的添加物 就只有高湯跟香菇 我喜歡香菇裡面的多糖品 帶給這一道菜的甜分 好 所以我們倒時候 其實不會加糖 像宜蘭人吃的麻油雞 對 完全沒有調味了 我們也沒有鹽巴 因為醬油就已經拌了 對 醬油 你剛剛轉了火就把滾 我把它調小 又更小一點 因為它現在又更滾了 對 它開始已經在收稠了 也差不多了 就是你看到那個水收的 差不多是火就要更小一點 對 那我們再請文件姐 幫我加一點米酒 米酒要加多少 一些適量 一些些就好了 我最怕廚師叫什麼叫適量 OK 好 因為在最後再加米酒 讓你酒精灰發 然後這道菜的味道 會更濃郁一點 但它不能像麻油雞一樣那麼多 它會太嗆餅 好香喔 然後我們開始收稠之後 你會發現米粒膨脹兩倍大 米粒要膨脹到兩倍大左右 然後但是絕對不可以煮賴 對 就是一定要在水還沒有全乾淺就完了 是不是這樣 對 我們可以take a closer look 好不好 靠近一點點來看是什麼樣子 完全只有這 我們現在火又更小了 現在電爐已經開到只有1跟2 就是小火的狀態 電爐1、2就幾乎是電爐以後最小的 如果是瓦斯爐也是開到最小的火 對 開到小火 最小的火讓它慢慢 那我需要這樣一直撈嗎 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那我現在要放什麼 現在我們就等著要起鍋 那雞肉也快好了 好 然後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松露醬 我在這一道料理 我覺得我讓它很衝突的就是 它底部是我們很傳統的麻油雞味道 但是松露也是菌菇種 所以我想說讓它做一個結合 然後讓這道菜形成一個衝突不違和的感覺 那是什麼 豬蔥嗎 這隻蝦夷蔥 什麼叫蝦夷蔥 蝦夷蔥它是也是蔥的一種 但是它的那個 它比較細 有點像我們豬蔥剛長出來的 那個模樣 那可是它又沒有蔥的那麼辣 它不辣 對 然後想說讓這道菜 增添最後一個花龍點睛的部分 OK 那我需要一個什麼盤子 那我們來用橡皮刮刀把它 不是 那個盤子嘛 對 用這個盤子 我們把它盛起來放到中間 所以日本人就會做的就是 如何把飯弄成一個看起來很美的樣子 我如果拿一個碗 倒扣它 你覺得呢 沒有什麼加分 因為它比較濕 所以倒扣它還是會散掉 對 但我還是想把它弄得 給我一個筷子可以嗎 筷子 我們沒有筷子有湯匙 可是這我就不會那麼夾子 夾 我可以夾黑 夾這個 有 我想把它擺成一朵 比較像花一樣 花一樣 那你用這個 比較小的一點夾子 沒關係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了 就進來在這邊 好 OK 雞腿 放這裡 對 放 怎麼放 放哪邊 就是往中間放上去就可以了 對 我就是想要蓋住 讓它讓這裡的黑色跑起來 然後松露呢 松露我們把它 放在雞腿 放在雞腿 我在店裡我都會把它排成 這是稀稀長長的 讓它一樣就是跟我們薑一樣 若有事物的感覺 來稀長 來 我來弄 所以這個是太多了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是不是 對 然後再撒上一點蔥就可以 等一下我在想 我可不可以把它做成像日本那個青苔 青苔園這樣 那日本有一種青苔園 就做到後來就沒有了 就剩一點點 這樣可以吧 可以 那我們再撒一點 用夾子來撒一點蔥 對 那就完成了 我們的麻油去頓飯 先切兩模 宇松 這是第一道菜 你們還有一些菜你會用絲瓜 一般人在國外的話 如果有綠色的都是用莊菜 可是台灣的絲瓜其實非常好吃 你們還有一種絲瓜 蛤蜊 然後你的絲瓜是怎麼去做的 絲瓜 我就真的很單純就只有薑 蛤蜊跟絲瓜 一開始就一樣正常的炒薑 然後絲瓜切片 然後還有蛤蜊正常的去炒 把它 就像你在家裡煮蛤蜊絲瓜一樣 只是最後我增加了菠菜 因為我想要讓它的綠色再漂亮一點 然後全部煮軟之後到果汁機裡面 直接打成 打成薑湯 那它就是一個很滑順的濃湯 然後再來最後我用鹽之花去調整 它一點點的鹹味 有時候會思考 因為我本身學西餐 就會覺得一直在做西餐 台灣菜如何讓它入菜 然後讓客人覺得 在一個西餐廳裡面吃到這個東西 是很衝突 但是也沒有刻意要製造這個衝突 但是它吃起來是一個舒服的 它不覺得它完全在吃西餐 可是在西餐廳裡面 它覺得這東西是跟我的氛圍 是結合起來 是match的 我每次覺得 我想到你 就想到一碗綠色的蛤蜊絲瓜湯 這對你是讚美還是什麼 讚美 讚美 因為我覺得也是一個我覺得 完全原汁原味的傳統料理 謝謝宇松 今天我們剛好在有一個餐廳 叫好食漫漫 如果台灣有一個漫食的好地方 它的名字叫做台中 謝謝你收看 謝謝宇松 謝謝